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1月中旬举办发表会,发表了天机9500S,新品晶片3nm全大和CPU开路,真奇剑级快取记忆体,满血输出。 联发科意图通过旗舰级效能的注入,为中高阶手机带来旗舰晶片的加持,打造差异化的竞争力,为市场带来更多选择。 联发科最新一代旗舰晶片天机9500自去年9月发表后,效能、能效以及AI特性均表现亮眼,迅速成为高阶旗舰市场的核心选择。 据联发科在11月的财报中显示,天机9500市场需求远超预期,显著驱动了第四季度业绩的增长。 天机9500S作为天机9000系列的产品序列扩均之作,在全面继承了天机9500多方面的旗舰能力的同时, 面向市场需求,联发科还为其注入了很多差异化的特性,使其具备媲美甚至超越高通骁龙8旗舰的能力,也为手机厂商同单位产品提供了超强的竞争力。 在硬体规格上,天机9500S采用台积电3nm制程,并沿袭天机旗舰标志性的全大核架构, 四超加四大的强悍CPU在效能与能效上提供了旗舰的天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联发科为天机9500S设计了高容量的快取记忆体架构,其L2加L3加系统快取记忆体共计29n。 这样的满配旗舰快取记忆体设计,能够有效降低记忆体频宽压力,提升多线程与重负载场景的效能表现。 比如,游戏帧率更稳定,多应用任务切换速度更快,AI运算更高效等。 在调度能力上,天机9500S搭载了第二代天机调度引擎,确保前台极致流畅,充分释放强大效能。 天机调度引擎是联发科针对全大核架构深度优化的系统及资源调度解决方案。 它并非简单的CPU频率调节工具,而是涵盖记忆体管理,任务分配,触控响应。 动画渲染全链路的效能调度方案。 其优势在于,能够将全大核的潜力充分释放,实现满血输出,显著降低系统食盐, 实现实时响应,操作跟手,多应用切换,打开速度等方面,也更加丝滑。 重在游戏、社交应用等是年轻群体手机使用率最高的场景。 而天机9500S的这种真旗舰级大容量、快取记忆体以及旗舰级效能调度能力, 能够使手机的效能和实用体验从从融融、游刃有余。 而支撑游戏、AI等应用表现的另一个重要硬体是GPU。 天机9500S在旗舰级GPU加持,打造同级最强游戏体验,成为可能。 其采用旗舰级12核心、Emmortalist G925GPU, 对比高通骁龙8上代旗舰,天机9500S峰值效能下的功耗,更省接近10%。 而对比高通骁龙8的2025年次旗舰产品, 峰值效能领先24%,功耗降低20%,幅度堪称跨代领先。 而优秀的游戏能效,对于经常玩游戏、刷影片的年轻手机用户而言,同样重要。 从同类产品对比来看,这颗GPU在效能与能效上均达到了行业前列的水平。 在一些热门游戏实测中,原神轻松实现,满帧60帧一条线, 功耗对比高通骁龙8还低14%, 王者低功耗120帧畅玩,表现不俗。 在2025年的旗舰晶片竞争中, 天机9500凭借其在光追领域的表现,吸引了大量手游玩家的关注。 而此次发表的天机9500S也继承了这一优势。 在3DMark Solar Bay测试中, 天机9500S的跑分为1167分, 比高通骁龙8高46%, 实现了堪称同级最强光追效能。 在暗区突围等游戏中, 支援阴影、反射、AO、OMM等光追全家桶, 带来更加细腻逼真的场景, 将过去只属于高阶PC或游戏主机的体验, 带到中高阶手机上。 由此,天机9500S通过对于旗舰功能的继承, 重新确立了全能旗舰晶片的游戏体验技术红线, 为中高阶手机市场树立了效能、画质、能效、三位一体的新标杆。 并外,影像作为手机使用的高频次场景, 也是天机9500S重点打造的能力。 此次联发科将高阶旗舰晶片的影像技术, 完整普及到天机9500S中, 精准命中的用户对于手机效能要旗舰, 影像能力强的诉求。 在天机9500S中, 旗舰同级追焦引擎, 旗舰级的抓拍能力, 鱼翼分割影片引擎, 以及8K HDR杜比世界影片录制, 涵盖拍摄、创作等多场景的要求。 AI能力方面, 天机9500S采用联发科高阶NPU, 带来旗舰级的AI体验, 兼顾生产力、娱乐等多场景需求。 对于图片转影片、个性创作等场景需求, 通过强大端测、AI能力、赋能高效影像处理, 实现更多实用性和可玩性。 在连接能力方面, 天机9500S的5GR17数据机, 支援四载波聚合、 蜂窝下行速率高达7Gbps。 支援Wi-Fi 7和MediaTek Extra Range 3.0技术, 显著拓展Wi-Fi连接范围。 手机间蓝牙直连距离可达5公里, 无需依赖蜂窝网络。 由此, 天机9500S的优势在于精准击中了市场细分用户学生党, 出入职场人群的核心诉求。 在效能不妥协的基础上, 通过旗舰能力的继承, 着力提升如游戏、 娱乐等主流用户使用场景体验上的体验, 在与高通效龙8上代旗舰竞争中具有同级的竞争力。 对高通、效龙8新发表次旗舰产品, 更是形成全面碾压, 一举成为2026年旗舰体验普及型晶片。 此前, 行业传闻Redmi Turbo 5 Max将首发天机9500S。 小米集团总裁卢伟斌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Redmi Turbo 5 Max将是普及型当位2026年最好的选择, 足见手机厂商对于这款晶片的信心。 手机厂商和晶片厂商不约而同地在中高阶市场发力。 接下来的,包括红米、iQOO、真我等多款手机新品也将陆续发表。 面对激烈的手机市场竞争, 春节和开学季, 年轻用户成为手机和晶片厂商竞主的目标。 而终,高阶手机晶片作为重要市场, 战略地位对于手机和晶片厂商而言, 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又是一个对于体验十分看重, 对于成本极其敏感的市场, 想在这个市场有所作为, 非常考验晶片和手机厂商的功力。 而天机9500S正是以高价效比为目标, 直指超越旗舰的全新体验杀出一条血路。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